等了11天终于等到金龙城18号船长返回台湾 家属等在岸边将促事的陈姓船长带回家 处理相关的后事 不愿意对媒体多做表示 跟在船长出海多年的外籍船员 感谢船长生前照顾 陈姓船长出海到关岛附近海域不幸猝死 因为其他的船员不会开船 只能载着遗体海上漂浮 船长家属向外求援 挺身而出的是这位 与死者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一通电话决定上船协助 海巡单位也出动了巡护8号 顺利将替捕船长安全送上金龙城18号 这段期间遇上了南马都台风逼近 挺过风浪 成功将船反抵东港 罹患干硬化的陈姓船长并死在船上 加上其他的7名船员无助漂流 索性小琉球同乡的老朋友仗义帮忙 让漂流外海2200海里顺利回到台湾的家 TVBS新闻叶凤达 评订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